第一个可能同时开了两个专案 也许同学上个礼拜之前还在练习 然后呢今天又开一个新的 像今天是逻辑函数 结果呢可能之前同学又 这个文字函数本来它已经有个模组 结果它把这个模组的东西写到另外一边去 另外一边可能又两个颠倒 反正两个最后出来东西好像前面会多一些 另外一个档案的连结 所以记得你们在管理你的模组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上面的东西 你不要写错位置了 这是第一个可能遇到的状况 所以请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开两个档案 它就会两个档案的名称会出来 记得你要放对位置 你不要放错位置 可能程式就会发生一些状况 或者你可能写到另外 可能将来你这档案没有放一起的话 它也会无法执行 OK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也有同学怎么样 他刚刚就是写比如说像 业绩函数这个 那他怎么样呢 他就是假设好了 我把它先剪下 他就看到end 就把它打开来 想说这个地方也是白白的 他就怎样 把它写到这里 好像也没问题 不过这个时候呢 他在插入那个 这个把它关掉 先不要刮 那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像刚刚不是有插入一个 使用者制定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叫做什么呢 业绩函数就不会出现了 因为你写的位置不对 写到 他写到哪里呢 写到那个end这个 这个叫工作表物件 那也就是只有那个工作表里面 才可以执行得到 那这个是因为 如果说你今天 假设你要是使用者定义的 制定函数 一定要放在模组里面 所以干脆以后 其实你说这个是私有的 就是只能end里面用 所以干脆以后 因为同学会问 到底为什么要放这边 跟放那边什么差别 干脆如果你们初期 你干脆全部都放模组好了 你这里面暂时不要放 不然的话呢 你将来会很麻烦 这边有写那边有写 你干脆集中统一 放在模组里面 就不会有问题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不要写错位置 有些同学 开一个模组 然后呢 就直接放模组里面 OK 大概会有这些问题 刚才有同学是 输出的时候 这个等号 忘了加 其实也蛮有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你会觉得 前面已经有等号啊 那干嘛还要再加个 等号 对不对 所以很容易就把那个等号拿掉 可是呢 如果你把那个等号拿掉会怎么样呢 你输出之后 就会看到是这样的结果 为什么 因为它就丢一个 丢一个字串过去了啦 它就不是丢一个公式 因为这个公式里面 如果没有等号的话 它是无法被执行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变这样 除非你前面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等号 它就打勾 可不可以执行 可以执行 就插那个等号 所以大概都是一些小细节啦 当然证明同学是有重新做过啦 才会发生这种状况 因为有的时候看起来 我做得很流畅 不见得代表 你们也都可以做得很流畅 所以你如果回家之后 上课当然你都做得出来 可是你回到家之后再重做 也许你又东漏西漏 不过没有关系 请记住云端白板 上去看一下就好了啦 因为没有人那么 其实到一个年纪的时候 你也不要太相信你的记忆力了 对不对 可能前一秒钟才记得 我好像要做什么 后一秒钟 对啊忘记了 然后一直想一直想 到底什么 对不对 可能是因为什么油吃太多 还怎么样嘛 我也不知道啦 难道还是常态吗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宁可把一些东西 记到应该记的位置上 当然你自己负担也变少了 因为你可以暂时忘记 没关系 所以我的习惯是这样 有上过的东西课程 我都把它管理 宁可赶快记下来 赶快写下来 也不要说 之后再去回想 因为之后你也许想 就像我现在上课也是这样 我现在上课可能 隔一段时间我又忘记了嘛 对不对 那怎么办 还好我都有录影嘛 对不对 我就把自己的影片 再倒带回去看 还蛮有帮助的 所以其实我的老师就是我自己 为什么 因为我随时 我过去一直在教我的未来 所以我是站在我的过去 来成就我的未来 所以我的东西一直都有 OK 然后每一次的话也可以 不会说我上次教到哪里 忘记了 对 好像教得很精彩 因为要再重来一次 那你就不太可能了 所以方法很重要 所以我这边会放了一些东西 在云端上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尤其上课 对同学很有帮助 C-C-C-V 你们也做得很愉快 看同学好像真的也没有在写 是砍凑C-C-C-V 至少你也做得出来 反正不然的话 像之前上课的时候 有些同学 看我写完 他开始写 就卡住了 那就写不下去 我又要继续往下走 他又跟不上 因为觉得好像很没有 没有成就感 至少你反正你会贴 你会改 有空的话 再把它删掉部分 但你不用全部删掉 因为那些结构都固定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接着来看 就是 OK 就那些问题 如果解决的话 那就OK了 等一下的话 我们第一个 这个是标准不标准 所以逻辑上 也是一二三 那再来等一下会多一个 就是如果 我今天是健身中心 那我的准会员应该是 标准的 其实他应该就不太需要了 所以我要开发的 那个客户群 应该是属于不标准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需要 留下的是不标准的 标准的就删掉的话 那这个怎么样 一键 通通把不要的删掉 当然也是 如果说 你要删掉男女 可不可以 比如说你要留下女生 那也是一样一键完成 或者你要留下地区 这个有点像筛选 不过筛选有点麻烦 你筛选完之后 你还要复制贴到 另外工作表 比较琐碎 我觉得一键完成删除更快 好那我们怎么做 等一下按部就班来看 第一个 这个我想应该没问题 插入函数里面 那我们一定是利用逻辑 逻辑里面的话 然后会有两个条件 那干脆用打的好了 那你就这个地方的话 就打一个欧 刮弧 第一个条件是 它的体重怎么样 如果大于5% 逗点 第二个条件 这个它的体重 小于负5% 就两个条件 后刮弧 然后就 一个是什么 如果这个两个 或 所以应该是不标准 反之的话就标准 这个电脑 使用习惯 OK好 这样子 好按确定之后的话 应该没问题吧 按确定 然后向下填满之后 看一下 所以标准大概就这些 标准这些 OK 然后VBA的做法 我想跟前面也差不多 For I等于4到13 那当然你这个可以 可以把它减一 因为最后那个平均 要不然就把最后一列给删掉 一般的话呢 范围里面最后一 如果有那就扣一个 那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 去判断追栏里面的资料 如果是什么 大于百之五 或偶尔 然后一样都是吹一蓝 小于负百之五 可是特别注意 VBA里面不支援百分比 所以必须改成 0.05 或者负0.05 然后呢 范围 那判断 输出的话就是不标准 或反之的话就标准 那程序怎么写 跟前面类似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好了 里面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已经有一个写好的 我也许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 是增减体重百分比 那回圈范围 先给它 给它之后的话呢 我要输出 这记得 这个是0.05 跟负0.05 中间加一个over 后面记得有个then 然后呢 输出到L栏 不标准跟标准 那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把它执行过 OK 这会出现 那请各位也试试看 因为这个地方也可以延伸 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输出的 不是一个值 而是一个公式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 把刚刚的公式 拿到哪里呢 拿到这里面来写 就是把这个公式啊 如果你要把这个公式 放到VBA里面 不过这个部分请各位 自己练习看看好了 应该没问题吧 刚才写过 你可以什么 增减体重百分比底线函数好了 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 自定函数部分 我希望插入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名称也许 叫增减体重好了 按确定 然后一个百分比就可以 因为一个条件 就可以判断两个 按确定 好 向下填满 没有问题 那做法上我想跟前面也是一样的 所以第一个一定是插入一个什么 增减体重的一个函数 方选嘛 一定是插入方选 增减体重 跟使用者要一个一个引数 就是百分比 它会给我一个百分比 那我利用这个百分比做判断 判断什么呢 百分比如果大于0.05 或小于 负0.05 这个应该一样 然后增减体重 有没有 反环 这个地方就做完了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然后 可能会有一个变化题 不过 这个部分应该也不难 就是刚刚的这个地方 我是把它写成 这样子的方法 那请各位自己改写一下 输出不要是一个结果 而是一个公式 就是旁边这个公式 跟刚刚一样 把这个公式放进来 执行 还记得吧 把一个双引号改两个 然后把I 就是放进去 列号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待会再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里面呢 你希望把 标准的删掉 把不标准留下来 这个功能有点像筛选 我应该各位有用过筛选功能吧 就是说 你要筛选什么东西的话 你可以用查询的 但是呢 它的缺点是 你要把筛选变成VBA 导比较麻烦一些些 比较简单的做法 就是一键完成 那里面的话 大概写个 大概几个 最重要是 删除了 那个列 就可以把我们 不要的资料 删掉 加查 火 能走 多个 暫 longest 五百 禅 三百 中文字幕 李宗盛